古迹的悠久历史,留下的文化精神值得推广 时双法界卫视,在优质佛教预造节目 老和尚与小沙咪结枪完结后 企划部与节目部的同仁,并轻心打造新节目 未来将借由古迹的探寻 让民众更加了解到古叉的历史故事 古叉所留下的文化金属和精神 更是值得被推广流传 那么很多人都讲说,做古迹做什么 古迹很多都是可能也会重建,改变很多 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迹一定会改变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一定有经过多少次的重建 才会变成这样的样貌 可是我们今天主在乎的是说 它留下来的文化基础跟精神是最重要的 不管它改变多少,它的精神一定会存在 这是我们要去发掘的部分,让大家知道 这个精神部分,哪怕是它只剩下一丝一毫 我们都要把它发掘出来 发掘出来的目的是做什么? 希望把这个好的德恨能够把它留传下来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抛砖引这个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到,即使是太多的外向的改变 可是本质不变,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强调的 也就是制作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目的 哪怕只剩下一丝一毫 都要将好的文化精神发挥出来 古刹拥有的是仙人的智慧结晶和信仰的结合 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万物都会有极大的变化甚至消逝 唯有精神永远流传 而十方法这位是秉持着推广佛法的信念 也将为佛教的传播献上全力 十方新闻,杨余带,警卫林,高雄采访报道